众所周知,一部电视剧的上线,不可能吸引到所有观众的目光,自然也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。 即便是顶流演员主演的作品,在热度爆棚的情况下,肯定也会有人觉得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,也会有人觉得演员的演技不过关。 余生请多指教开播后,杨子跟肖战在收获了好评的同时,也有不少差评。 首先,我们来看一下余生请多指教上线10天来的成绩,从数据上来看,余生的播放量已经累计超过了15亿,也就是说除了首播过5个亿之外, 余生这10天来,每天的平均播放量都在一个亿左右,完美奠定了大爆款的基础。 播放量惊人,余生的热度一直都很稳定,从占据了热度榜的第一名开始,该剧已经连续多次拿下了热度榜的榜首宝座。 从热度可以看出余生的受欢迎程度,也能看出肖战、杨子两位演员的号召力有多强。 都知道,余政请多指教是一部偶像剧感十足的作品,年龄相仿的肖战跟杨子,用颜值撑起了余生请多指教的观赏感,用演技让角色更加饱满。 肖战塑造的顾卫,是个标准的高铁直男,在遇到林之孝之前,压根就不知道什么是爱情,也不把女人当女人看。 面对爱情的羞涩,后知后觉,肖战都演绎得十分不错,当然,关键是肖战的脸够帅,顾卫这个角色自然也变得无比完美了。 杨子的林之孝开局,被不少人吐槽,说打扎呼呼,不过哭戏这一块,还是不得不佩服的。 总而言之,肖战,颜值两位主演,对角色的塑造不顺差,但是要说完美的话,对比同时段热播的新居中的演员,还是要欠点火候。 但,对于大多数粉丝而言,杨子肖战是自己的偶像。 只要自己认为他们的表现是无可挑剔的,也是容不得别人指指点点的,于是,矛盾就爆发了。 在余生还在热播的时候,就有一位编剧,跟肖战,杨子的粉丝起了冲突。 就肖战,杨子两人的演技,双方吵得不可开交。 那么,这位跟肖战,杨子粉丝爆发了争吵的人,到底是谁呢? 从社交媒体的认证中能够看到,洪水是一位编剧跟导演,经常会对艺人们的作品进行评价跟解说。 余生请多指教,开播后,到编剧洪水也就自己的想法,发表了自己对两位演员演技的评价。 结果,惹来了不少麻烦。 他的个人社交平台,基本上已经被杨子、肖战的粉丝给轰炸了。 很多粉丝私信洪水,并且言语非常过激。 什么,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吧。 恶心人,你说杨子演技不好,你配吗? 不看看自己什么货色,居然说,应有尽有。 而面对肖战,杨子粉丝的谩骂,洪水也再次发表了动态。 直接点名肖战,杨子的粉丝说,尬吹演技。 在回应中,编辑洪水表示,粉丝可以尬吹杨子跟肖战的演技,也可以表达喜欢,别人也可以表达不喜欢。 不能说因为你们尬吹,别人就必须跟着尬吹,那也太霸道了。 虽然说编剧洪水评价杨子、肖战可能存在着蹭热度的嫌疑,粉丝维护爱豆的出发点是好的。 但是听到别人评价偶像的演技不过关,就私信言语攻击,说别人是恶心人的做法,确实也是不可取。 其实,肖战,杨子这两位演员一路走来都不容易,他们的努力也都被观众看在眼中。 一个是后期崛起的童心花旦,一个是经历过涅槃后重生的当同小生。 在演员这条路上,他们都有过争议,也有过成长,有现在的成绩,也都是人们对他们实力的认可。 但有一说一,有一部分粉丝在爱偶像这件事情上,确实很霸道。 当别人客观评价杨子跟肖战的缺点的时候,这群粉丝便开始开口骂人,觉得对方说的所有一切都是错的,打着要为偶像证明的旗号,跟别人撕扯不断,这种做法一点都不可取。 年轻演员有演技不够成熟,这一点是事实,杨子跟肖战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,要成流量晋级成绝对的实力派,也需要更多的声音来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不足。 我们也希望杨子跟肖战的未来越来越好,自然也希望粉丝在陪伴爱豆的路上,不要盲目追星,容不得别人说一句不好。